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那么这里面的日点是比较重要的 今天首先要向大家表示道歉 水平没到位 昨天晚上给大家分析的日点的重点 分析方向错了 对吧 分析方向错了 昨天晚上应该给大家重点分析什么 应该给大家重点分析有色 应该说有色金属 一直是我们前期 一直是重视的一个板块 也是一个重点的板块 对吧 但是呢 我看那个煤炭那个板块指数走得很漂亮 那么但是这前天已经表现了一把 是不是啊 已经表现了一把 所以今天帐钱红包 没有超标 没有达到预期的目标 所以这个责任在我啊 责任在我 那么 是不是大家好多人是不是 是不是买了另外一支票 是不是 今天早盘 我讲了四支票 今天早盘四支票 三支账请 但是这有一支没有账请 是不是大家买了没有账请的那一支 是不是啊 没了没账请的 是不是啊 我怀疑 因为我那个是 这个 这里面教大家一个技巧 你不要 我不是 你那不是让大家满仓啊 这可是学费研究票 是不是啊 学费研究票 你不能满仓的 那么你可以买个两支嘛 买个两支三 对不对 我们不要做多 买个不要超过三支票 我现在做票一般都最多两支 不就好了吗 是不是啊 用三一仓 三一仓 三一仓 我打个比方说 我用十万块钱资金 我买个三万块钱 这个天赋能源 买个三万块钱 反刚反态 然后呢 留个三万块钱 做机动 是不是啊 就是两三万块钱 赚学费钱的 对吧 所以今天红包 最后只有九十来支 比我们的预期是 差的比较远 这个过 但是今天早上 我是给大家及时的提醒了 哎 及时提醒什么 有色呀 有色金所 早上不是 集合金价就给大家提醒了 而且 集合金价就给大家提醒了 大家应该马上的 用我们的KAG战法 我就是说 大家学会方法 比怎么样啊 比颂语更好 把方法掌握了 方向一出来了以后 大家马上就在 这个日点里面 对吧 我最基本的进退标准 那里面把我 以明火激动 哎 又给发挥钱 懂吗 啊 然后呢 怎么提高我们的水平 上面用KAG战法 用这伏极三部去 那么就非常的舒坦 对吧 那就不一样的效果 哎 KAG战法是通用的 强装弱装脚装都可以用 金装都可以用 但是我们真正的实战 要选强装 好吧 好 那么我们就是 选龙三方向 我们刚才抢到的 今天关键是日点 我们一看大盘分项 二看分口日点 三看畅景趋势 我们来结合一下 这个思路 给大家强化一下 大家看 大盘 现在明白 我昨天怎么分析大盘的 没有 大盘的方向 要不要分析正确 如果大盘的方向 分析不正确的话 你就容易措生良机 大家说 今天的机会好不好呀 今天的机会 是非常好 对吧 那么我在这一天的函 有可能要出现 三日内要报复应反弹 对吧 三日内要报复应反弹 结果不反弹就小熊 结果第二天就杀跌 对不对 第二天就杀跌 杀跌到这个地方 一下子就达到了 我说这一天 如果不反弹的话 他就应该什么 到达我们这个QQ测佛 这个要到这个位置 结果第二天就杀跌 几口气跌到我们这 QQ测佛的目标位 那么这个QQ测佛的目标位 他也是阻测 我们这个重要的国底线位置 是不是国底线位置 到了国底线位置 因为我们这一步行情 总的大的上涨 这一步行情 就是在这启动的 是不是这样很关键 你这再跌破 启动点呢 从哪里来到哪里去 这个地方再跌破呢 那下面跌破又要杀跌 是不是又要杀跌 而且不应该那么走 如果那么走的话 那就是熊市了 彻底熊市了 现在这样走呢 还是一个打劫 而且我用月相图 给大家交流 对吧 就是说这个国底线 常态他就应该上涨 常态 常态就应该上涨 选段的课程呢 因为最近王子老师非常忙 还有后台的 就是忙王子老师的事情 还有我们这个设计 这个选括这个程序 设计有点复杂 所以呢 稍稍 这是第一次改革 还要拖两天 还要晚两天 大家稍稍等一下 这个周末 争取这个周末的弄好 大家再耐心等一下 我们先来学习当前的 这些最新的实战的东西 回过头再去学习系统课程 也是可以的 所以在这里面 大家 这就是那样现桌杖琴里面的知识 拐一点战法 是不是 这也是一个坑傲拐 大家看一看 这是不是 我看看啊 这个应该这么看啊 这是一个坑 对吧 那么实际上我们抓大放小 这是第二个坑 是不是第二个坑 但是这个坑 因为它主侧有什么 左侧站遇到支撑了 这个一步呢 又是严重的超跌 所以这个位置就有可能转为傲 有坑转为傲 我们为什么叫坑傲拐 就是有坑转为傲 那么到 因为到拐一点 它就要怎么样啊 要么就大 就要大涨了 遇到拐一点就要大涨 明白吗 就是我们这是不是拐一点位置 这地方就是拐一点位置 所以这里的坑 有可能转为傲 就是借助拐一点 那么一旦拐成功了 怎么样 就只有跌转生 有跌转生 我这样讲 大家明白吗 大家明白吗 明白的回复一下去 可能新队友一下子不能明白 那么我们就反复的讲 反复的讲 好 但是大家注意 我们这是什么呀 这是一步大跌 是不是一步大跌 在一步大跌的情况之下 我们一阳 这里面就注意了 一阳要干什么 一阳要小还是要小心一点 对吧 因为 经过这个大跌 说明这个空方的力量比较强大 那么我们都方要阻止进攻的话 是不是 要小心 不是贸然的 一般情况下 很一般情况下 我讲 常态情况下 他很难一下子打回头 明白吗 很难一下子打回头 他可能都方需要在下方 养兵蓄锐 用我们量学的标准讲 就是要刹车换党 刹车换党 所以这个第一步呢 他会 叫什么 涨跌不定 你不要看今天涨停 今天大涨 明天有可能就打跌 这样讲明白意思吧 你不要看今天是大涨 明天说不准就来一个大跌 有着可能性 但是你说你该涨吗 因为今天的阳 大家请看 双向阳圣阴 我们量价合一看盘 是不是双向阳圣阴 而且这个是 孙量盖双阴 这两个阴的量柱夹起来 远远比今天的大 那么按道理 对不对 按道理 我们是不是应该是上涨啊 是不是该上涨啊 哪一个 什么大应 九阴正经还不熟悉啊 九阴正经 这肯定是九阴正经啊 阴过阳这不是九阴正经吗 对吧 这是阴过阳肯定是九阴正经 你只要按照标准来就行 所以他这个短期调整 就跟这一天是密切相关联的 所以这里面大家注意 那么明天怎么办 明天怎么办 明天大家盘中尽量不放行 影响我讲科 好不好 这个中厨尽量就不要放行了 好吧 所以这个位置 所以这个位置大家注意了 大家就是说 叫做好应对 好不好 做好应对 该涨 该涨不涨 怎么样 该涨不涨 我们就卖羊 好 这个地方一定要盘中 要结合量波 灵活应变 那么只有还有种可能 这个地方形成刹车 刹车以后应该至少要做两个澳 这个后面至少要做两个澳 大家心里有个底 但是只要大家记住 只要大盘 在这个地方见底了 应该说什么 只要大盘见底了 我们的个股机会怎么样 它就会有一些日点 轮动 在这个地方呢 日点是轮动在切换的过程当中 同时呢 就个股的机会就会精彩 好 个股机会就精彩 大家这样讲 能明白吗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大家临盘应变的能力 一定要强 好 我们结合今天刚才讲的 这样的 以后大家要配合我 我们盘前预判的 跟盘中要相结合 我们昨天讲的煤炭板块 对不对 讲的煤炭板块 那么煤炭板块指数行不行啊 实际上煤炭板块的指数 仍然是漂亮的 对吧 仍然是漂亮的 今天形成了标准的二澳 是不是标准的二澳呀 而且今天这个羊 是真正的羊 昨天是一羊 是小不丁点的 我们可以忽略 但是今天就是 大家辩证明白我的意思啊 在这种小羊可以忽略它 这种小羊可以忽略它 像这种比如说一羊 这个就比如说二羊 这个是三羊 对不对 一羊二羊三羊 对吧 那么你会做的短线 做一把 到这地方要高抛 好到了这个位置 罗宣讲 昨天一个小 这个十字羊 就是羊若平衡 那么我们今天从盘块指数来说 它就是羊强平衡 偏强的平衡 所以是二号 所以这个板块从稳健的角度 大家说如何呀 这个板块从稳健的角度 大家要继续跟踪 就是盘中要灵活 看看是不是强势 是不是强势 一些个股的走势的 一个是庄强不强 那龙头品种强不强 第二个呢 就具体的看个股 那么大家看 今天这个 这个这个 大家看 我们随便看一只股票 对吧 大家看这个露天梅呀 今天可不可以买呀 如果我们不从账景的角度去看 今天可不可以买呀 今天是完全可以买的 为什么 它这个里面不就是 二号行情吗 看 这是一个号 抓大放小 而且要 从那个叫水平层次差不多的 是不是这样两个号呀 然后这是不是争底在这 这个争底在这 然后我们的争底是 抬高的 看到没有 是同一个级别的 两个号争底抬高 所以今天故鬼门关 是不是就开枪 不要想着它仗不仗停 大涨也行 是不是大涨也行啊 今天突破开盘 它就是九块九 今天开在九块九毛一 大家看到没有 这个昨天的鬼门关是九块九 今天开盘开在九块九毛一 大家说这个装精不精准 然后这个收盘价是 这一天的收盘价是九块八毛一 今天最低点是九块八毛三 对不对 所以政治股票 大家看用我们坑澳管 是不是都可以赚钱 一样是可以赚钱 就是露千美 对吧 这只股票能不能跟踪啊 肯定能跟踪 对不对 但是能不能涨钱就不知道 我们大有能源 今天是不是板了 这个今天就是板了 今天板了 上海能源板枪 是不是 上海能源板枪 上海能源是不是 二奥呀 大家看 这个是非常漂亮的 二奥 看到没 上海能源是不是 非常漂亮的二奥呀 这是两个奥吗 即因此呀 顺便我讲的 当前的涨停趋势 是什么 当前的涨停趋势 是双银洗盘 粘银洗盘 那么在什么样的 双银洗盘和粘银洗盘 会不会容易涨停啊 就是我们的二奥 我这样讲明白没有 是我们的二奥和三奥的位置 容易出涨停 那么一奥容易出涨停是什么 一奥容易出涨停的 那往往就是龙头大牛骨 是不是龙头大牛骨 明白没有 一奥能够出涨停的 昨天已经讲过了 已经讲过了 好吧 这就是在今天 这个就是标准的 一个真底 两个真底 对吧 关键量甲关系漂亮 大家记住 一定要红肥绿色 红肥绿色 那么它就更强 一二三四五 五联银洗盘 然后今天一个奥 所以它就涨停板 盘中涨停 形成这个板枪 所以这个板块 大家就灵活 灵活去应对 能赚钱就好 是吧 能够赚钱就好 那么像这个 这个家伙 这个家伙能不能什么时候 可能来 他什么意思啊 要不要等 他要不要等啊 这个地方就是一个 看到没有 要把这里当成一个 他在这儿 还有仗停板基因支撑了 我们这只股票 也是要跟踪一下 对吧 耐心的跟踪 都能够赚钱 一不小心 请拿涨停板 对不对 这个涨停板基因 实际上这是一阳 一旦这个地方出现二阳的时候 拐点位置在这儿 拐点位置就是这个高亮 一个是奥尖峰 这个高亮 所以这只股票 一旦向上二阳的话 估计就要涨停板 明白没有啊 这只股票是我们 我把放到我们农产里面去 大家跟踪一下这票 好吧 来跟踪这票 到时候有时间 我们一起来捕捉他一下 看看啊 不要精装啊 不要精装 作为学费研究票的跟踪票 不要精装啊 好 这是煤炭 跟大家讲到这儿 那么 第二个就是谁啊 这个我就 这个我不谈 先谈有色 对吧 因为这个行情 热点 怎么来 好 热点是怎么来 大家呢 也要根据平时的观察研究 平时观察研究 大家注意我们每天都要写什么呀 我每天会写什么东西啊 是不是每天都有风口热点呢 大家就要注意 我们除了涨幅居前的 还会写那个 就是帐篇 个股 活跃个股度 活跃度 经常活跃度比较高的 大家说是不是 往往是日点 一直反反复复的表现 应该说我们前期 前阶段 有色金属表现怎么样 表现的是比较精彩的 是不是 我们 我们的圣核资源 我们的二多斯 对吧 这两支是我们的翻倍的 有色金属明明 翻倍的 个股 非常漂亮的 他们两支股票 都是属于二号龙 我接下来会 抽时间给周末 给大家讲 几条龙的新案例 请一起分析 所以 他们是不是强势啊 那么这部大盘 之所以出现调整 跟这个有色金属 大法调整 是不是密切相关联的 也是密切相关的 因此说 再看 那么这是从我们平时的 跟踪看盘 看盘看什么呀 每天就要分析这东西 头脑里就要有个数 我近期反反复复复 给大家强调 是不是新建设新能源 新能源 新能源除了泥电池 新能源汽车 然后一花就是 电汽车背 一花是光火概念 光火概念近期 是不是也比较多 然后呢 还有就是核电 核能啊 风能啊 对不对 甚至是燕炎气啊 等等 这些都是属于 新能源的范畴 这些新能源 大家想一想 跟我们当前的经济 佛苏 新建设 是不是也是紧密联系的 包括电力 对不对 现在就讲到 环保发电 都是紧密相联系的 而我们有色金属呢 我们有色金属 大家要清楚 铜也好 铝也好 一旦经济建设 要不要用材料啊 我们的铝材料 铜 前路建设 一些基建 基建 要不要用这些管材呀 那么这些管材 都跟我们的有色金属 是紧密联系的 所以说 这个有色金属板块 也是跟我们新建设 所紧密联系的 那么再讲到 一带一路 雄安新区 海南自贸 那么新疆建设 新疆大发展 这些是不是新建设呀 这些当然是新建设 这些是大范畴的 就是我们国家 从战略的角度 要发展雄安新区 发展海南自贸 对吧 海南要发展西部 大开发 要发展新疆 这些也是新建设的范畴 所以一带一路 这些新 大家要搞清楚这些 所以紧密相结合 好 环境保护 是不是新建设呀 环境保护 你可以说它是民生 也可以说它是建设 要环保建设 对吧 环境保护的建设 好 那么所以 今天早盘 一开盘 就发现 有色金属 异动 这个时候 大家 临盘的时候 如果是空仓的 马上就要 反 想到 哎呀 我们前期的 有色当中的 龙头品种 是谁 然后把它找出来 哎呀 今天 有没有符合 服务机标准 我这样讲清楚吗 大家能内解 意思吗 一定要你 我们会空仓 干什么 智慧的空仓 就是要等待 这种 良机的出现 像我们今天 有色金属板块 就是良机 好多个股 就是良机 补捉了以后 我们明天 哎 回马枪 不抢 我们就出货 那明 这样讲明白吧 好 那么我们就 比如说 我们把 有色金属 今天我们看一下 大家看一下 没有 这里就要 这只股票 强不强 哎 这只股票 强不强 一澳看 二澳根 一阳看 二阳根 哎呀 这只股票 今天能够 涨停 好像不符合 二澳耶 是不是不符合 二澳耶 但是大家 有没有看到呀 哎 所以要用 综合的战法 这只股票 强不强啊 我们今天就结合 就重点分析 有色金属板块啊 但是不是说 明天还做他 明天我们可能是 坑情况 对 这只有色金属 大家看啊 杨胜进 英胜出 小背羊 大胆弱 是不是 看到没有 是不是两个小背羊 三个小背羊 看到 杨胜进 英胜出 小背羊 大胆肉 一个小背羊 是四探 二个小背羊 是四公 三个小背羊 就是主公 看到没有 所以这里面 就形成的 王牌合力 而且是背量 住住的 王牌合力 背量住 王牌合力 所以在 大家看 这个王牌 后面是 杨杨英 是不是杨杨英 杨杨英 要当心 下来回踩 王金县 在这地方 做回踩 王金县 是吧 然后又来个 账情版 大家 这是什么版呀 这是什么版呀 大家看 这个是什么版 一字版 下面请教量呢 哎 我想听到的是 孙量版 也就是 架版量说 那么架版量说 我们讲过 架版量说的拐点 有几个拐点 架版量说 他的身上 有几个拐点 老队员知道 新队员就不知道了 对不对 这个架版量说的位置 大家想一想 是不是主力 怎么样情况下 主力会出现 这个架版量说呀 什么样位置 容易出架版量说 对呀 这就是控盘的时候 才能出现 架版量说 所以 这个架版量说 他的身上 啊 架版量说 他的身上 什么呢 看看 大概是这样 所以架版量说 他这根柱子身上 有三个拐点 一个是顶 对不对 柴顶的是什么 柴顶级技术长的 强装 柴这个腰呢 长的呢 回柴这个腰起来的呢 金装 回柴这个底呢 是脚装 对不对 把这个底一个踩坡的呢 把这个底一个踩坡的呢 那就是傻装 那就是笨装 那就是愣头青 是不是 那就是弱装 对吧 那就弱装 正常情况下 正常情况下 我们这个是底部 背量柱 背量柱 背量 王牌柱 后面 这一个大家说 主力强不强 他是强的 也就是说 这个架版量说 他是狡猾的庄家踩底 是不是踩到位了 他这不经踩底 还借助下方的称列 他最低还打了这个阳关道 但是收盘 收在这个价版量 收的开盘价 这个最低价 所以 是不是这个位置 遇到了强支撑 是不是这个位置 遇到了强支撑 我在给大家交流 分析 什么样的坑澳拐 这又是一种 就是说 一澳就可能要拐的 一澳就拐 所以每支股票也不一样啊 每支股票的庄家操盘 是不一样的 这支股票 就借助于三级黄金期 借助于架版量说 这个基因 下面有支撑 所以 他这个地方 虽然没有形成标准的二澳 他就是一澳 对不对 但是我们这种强壮的一澳 二洋 明白吗 一澳的二洋 能不能跟上啊 我们是一洋看 二洋跟 对 这一澳的二洋就可以跟 而且昨天是不是一个倍量单枪 这个倍量单枪 大家说 这个量好不好 这个倍量单枪的量好不好 对 这个倍量单枪 比这个主策的高量 小得多 虽然是倍量 如果这个量 如果这个 昨天这个 这个倍量 这个 比如说我看看啊 这个成交量 如果这样 好不好 如果我们昨天的成交量这么高 大家说好不好 他就不好了 对不对 说明上方抛压就比较重了 对不对 一般来说就不好 他有可能就再来调整一下 对不对 但是昨天 这个倍量单枪 很温和的 含血的小背羊 所以今天是跳空羊 二洋 这种跳空羊 坐管上 这种大家注意 这个只要最低点 不不缺口 大家就要当心 就是这个 找牌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量波 哎呀 今天量波不是不好吗 对不对 所以有的时候 大家就要辩证 今天量波不是不好吗 哎 集合竞价 一路下来 对吧 一路下来 好 开盘上冲 但是下达 又下达 看到没有 看到没有 我估计这个 我估计这个把好多人都吓走了 我估计这个把好多人都吓走了 是不是吓跑了 大家注意这种肩脚波 下达 哎 下达叫它们量不明显 啊 下达的量不明显 在这个位置 是有点放量 但是关键是跳空有没有补啊 跳空缺口没有补 那么你就盯好了 哎 激进的 其中可以打一点仓位 这是 必须日向研究透 必须日向研究透 昨天是被量单枪 今天是跳空羊 跳空羊快速尖角波 一般来说 这是量波之势 快速的上涨的尖角波 怎么样 它往往是假 假掌 哎 接种尖角波往往是假掌 反过来说向下 有关键支撑的向下的尖角波呢 它往往是假跌 所以激进的 这些地方是买点 而不是出逃点 实在不行 稳一稳 稳一稳 跳空羊坐拐上 不破人线数他家 钉好了 这个位置 一旦上工人线 就要进好 但这个前提条件是 日向研究到位 明白没有 这些股票给大家讲 明白没有 不是马后炮啊 哎 这个不是马后炮啊 给大家讲啊 是不是精准 哪个精准 对吧 这个是精准 没有什么 我们 精准 精准是最好啊 应该有精准的 是吧 有精准 这个我就会研究了啊 这是红炮 这个我也不讲了 这个上来账庭 我也不讲了 这个我也不讲了 哎 这只股票 我 我犹豫了一下 这个实际上 我早就选出来了 所以我说 昨天 昨天没给大家 重点讲 有色 如果昨天给大家 重点讲 有色 我就会分析 中不高兴 这只股票 大家看 我这组策 是不是以前教大家 红肥 绿色 选股三妙招的 字还在上面 红肥 绿色的 量价和谐的 涨劫易动的 哎 大家看他这个 他这个 是不是太 他这个澳还要漂亮 啊 真有的时候相信 标准 我都有的时候 也会不相信上当 这只股票 底部跳空 这边是跳空 这也是跳空 二元联动 然后倍量仗停 低量柱 加倍量柱 是不是起来了 起来以后 形成王牌 元帅 我看看啊 一二三到站 新元帅 那么 这个地方 是又形成一个 建立的王牌 对吧 建立王牌 调整 调整之后呢 大家看 这地方 是不是又形成一个 建立 看到没有 又是一个建立的王牌 哎 这个趋势是好的 而且这个地方出现了白日高亮 这个白日高亮 大家看 他做了一个澳 就上去了 是不是 一个澳 一个澳把这个高亮顶给消化了 还创新高了 对吧 还创新高了 结果到这一天的时候 我看哪一天 放量冲高回落 侦查并 大家说 这个股票 庄家有没有完美的出货呀 哎 这一天是冲高回落 这个有没有完美的出货呀 互动一下 大家互动一下 对吧 哎 因为你这个地方是高亮柱 在明显的高亮柱 你到这个地方 你是出不完货的 而且第二天 看到没有 数量下跌 第四三一 第三天 又来一个 微增量上涨 看到没有 大家又来了一个侦查兵 有没有出货呀 还是没有出货 然后这一天再次数量下跌 是大盘的因素 对吧 大盘大跌 的因素 好 昨天是假音 数量三一 假音增压 这个是高亮柱 没有有效跌破的 R 看到没有 这是高亮柱 没有有效跌破的 R 要看 什么位置 适当的追 可以 像这种票 你还是要 什么叫能不能追呀 如果这只股票 还有后进 你今天追进去 明天还能涨 那么可不可以追呀 但是如果来说呢 如果我今天追进去 明天没有涨 明天啪就来个 杀下来 那你要不要去追呀 所以能不能追 关键看 这只股票 后面是继续涨 有没有继续涨的空间 有没有继续涨的能力 这就是涉及到涨跌判 大家说这只股票 我提示的时候 大家追一点 可不可以呀 这只股票是完全可以的 为什么 为什么 你这个 我有的时候话 真的一下讲不清楚 这个高亮 实际上是 和这个是合并的 也就是说 这只 它是有根基的 这两个羊可以合并的 对不对 合并的 它实际上高亮 有没有破呀 它是没有破高亮的 阿奥 是不是 它没有破高亮的阿奥 实际上它是 有点上升途中的阿奥 是不是有点上升趋势的阿奥呀 跟我们平时说的阿奥不一样 它是强阿奥 底部抬升的阿奥 它是不是更强啊 而且前面的高亮在这 后面的亮是缩小的 而且是红肥绿素的 对不对 大家用一个标准结合起来 今天这个阿奥 结合什么呀 结合这个高亮顶 结合这个鬼门关 琴拿 就是十拿九稳 这要是稍稍强装的股 这只股票应该仗顶今天 这个鬼门关是七块八毛八 而我们这个高亮顶是七块八毛五 好 我们把这个亮布上看一下 七块八毛八和七块八毛五 好吧 大家看 我是不是一下子又准了 这个七块八毛五 我打了个 我打了个 不对 七块八毛五 看到没有 这是鬼啊 这是高亮顶 好吧 这是高亮顶 那么我们再看呢 七块八毛八 大家看到没有 差不了多少 是不是差不了多少呀 哎 你再这块一上去下来 再上去一拐 整个亮布正三维 然后后面回踩的时候 人线一拖 已经不踩了 是不是突破了 有效突破 有效突破就是快速的突破 看到没有 哎 还有下面的量价配合 哎 高亮顶不破的 是更安全 对了 重庆银行高亮没过 对不对 哎 重庆银行高亮顶没过 对 是不是 我这样讲大家清楚没有 所以这只股票哎呀 太可惜了 是吧 我昨天没讲这个案例 太可惜了 但是我们 我们票 好票也太多了 有时候 是不是 大家不要全指望我一个人 这个讲清楚了没有啊 啊 我们回过来重庆银行 重庆银行 所以大家要把标准学会 银行 对吧 大家看 哎 这个高亮 他就没有 有效突破 对不对 没有有效突破 而且这里还有个跳空缺口 跳空缺口的压制 后来 那一个仗停板没有 我后来就说这个装弱 对吧 你要是强的话 这个后面就应该是构建强的王牌 对不对 是不是强的王牌啊 哎 你这些还打下来 后面就走弱了 他的量性转化于升华 某某阴了 对不对 然后到这一间收盘就不顾高亮顶了 这个高亮顶是13块5毛一 这个是13块5收盘 大家看到没有 大家看到没有 所以 这个重庆银行套住了能不能怪我呀 你套住了也不能怪我 是不是不顾高亮顶逃命最要紧 明白没有啊 所以一柱一线十八法 你必须要把它牢牢的掌握 牢牢掌握 不顾高亮顶逃命最要紧 反复的给大家强调 对吧 在这地方上不去了就要走弱了 好吧 好 我们还是回过头去看我们的有色 880324 这个里面的往下看啊 好 那么这个是 是我前面就选出来放在那边观察的 今天就果然是涨停板 牛了啊 那么这只股票就是说 今天涉及到 我在什么位置给大家提醒的 我在什么位置给大家提醒的 最佳位置是这啊 最佳的位置是这 大家盯盘的 在这种位置 可以就附近 我好像在这种位置 给大家讲的 能不能近啊 这种是完全还可以近一点的 你仓位控制嘛 你不要满仓嘛 十万块钱打三万块钱可不可以啊 三万块钱可以 这种站稳高亮顶啊 那么这只股票 常态明天有没有高点呢 我们说涨跌预判 常态明天这只股票有没有高点呢 该涨还是该跌呀 这就是亮柱情仗庭里面 涨跌预判的知识 这个是长阳矮注 是不是长阳矮注 长阳矮注 哎 长阳矮注就是继续看涨的助长金 助长的信号 看涨的 这是常态 明天有没有可能跌呀 哎 这个票明天有没有可能跌呀 你还不能说没有 对不对 但是这只股票如果明天下跌 那么他常态又是真跌还是假跌呀 这只股票如果明天跌他大家从常态来说他的正跌还是假跌呀 哎 他往往就是假跌 明白没有 哎那就是机会了 对 如果他明天该涨不涨跌下来 那一定是假跌 一跌到我们平衡位之前了 我们就再去吸回头 是不是 所以这个股市和这个很有意思的 涨涨跌跌 真假涨跌 我们去预先判斗 该涨不涨 他假跌 我们就等机会 是不是 先出等机会 该跌不跌 对吧 我们就要把握涨涨的机会 对吧 这就是涨跌预判 该涨不涨 该涨不涨 这怎么处理 哎 这种票该涨不涨 他后面跌下去还要涨起来 哎 像这种票 如果明天不涨 你跌下来 他还要涨起来 哎 那个时候我们就把握他起掌点的时候了 我这样讲明白意思吧 好 我们再看 云旅 哎 是不是大家看 你 大家看这种票 是不是很狡猾的 非常狡猾 这些 这些都是异常 看到没有 看到没有 啊 突然一个上涨 突然一个跳空 跌 大家说这一天是 真跌还是假跌 当然他有大盘的因素 是不是 有大盘的因素 哎 哪有你这种主力 出货这种正常情况下 对不对 好 你长得好好的 突然一下 跳空这么跌 对吧 这种主力都没有完美的撤退 主力真正要想出货的话 他一般会稳在高位去出货 是不是稳在高位去出货呀 啊 应该是这样的 好 长到这边 又是突然的跳空下跌 看到吗 这个庄家很凶悍的 在这个地方 一会儿双剑 一会儿侦察兵 一会儿这个传令兵 双剑 这个是不是也是双剑呀 一个双剑 两个双剑 对不对 那么是不是形成了标准的啊 哦呀 哎 这个真底在这呢 然后这边真底跑哪去了 这个真底在这呢 是不是底部抬高啊 这个就是不是底部抬高的啊 奥吗 然后最后一天 数量三亿 狐狸的尾巴 对吧 哎 所以这个股票 你找能不能打呀 今天完全是可以打的 这个 KIAG也看懂了 你早盘 跳空羊 坐拐坐拐 看懂了 在这地方就可以打了 好吧 就可以打了 哎 你就日向的支撑 对不对 明天 长得强 继续持股 长得不强 就高炮 是不是这个道理 好 这个就不一样了 啊 哎 这就不一样了 也仗停了 为什么也仗停了 这个比较深一点 对不对 他是跌过比较深了 我看看 是不是 这个 过风保顶啊 过风保顶 阴阳看 阳根 哎 他主要是 跌幅深 过风保顶 这个是一阳 虽然没过二一位 但是他是一个次阳 关键 昨天 苏亮二一 苏亮二一 说明什么问题 所以要亮柱 点柱成精 结合起来 为什么他这个一奥 能够仗停 除了一个 过风保顶外 对 这个苏亮二一的动作 非常关键 懂吗 哎 这个苏亮二一的动作 非常关键 只有这种 我说过 只有控盘的股票 才怎么样 他才能够上 能够大涨 甚至涨停 对吧 哎 所以这些细节 你要不细细研究 你是看不懂的 好 是不是不断的二一位啊 大家看看 江西同学 这一步的二一位 然后顾风保顶 这不就是我们传说当中的 冲防 再冲的建构吗 哎 攻守冲防的建构 明白没有 就是亮性知识 我们一起看一下 再看一下啊 好 千山古风 有一些票 我昨天给大家讲的 还是那个话 在行情 在行情关键时点 在大盘的关键位置的时候 有一些龙头品种 他不需要等待标准的二奥 我们这个票 大家看 是不是前期的龙头品种 大家看是不是前期的龙头品种 这里面的 我看了一下啊 是不是 是不是形成了左之右撑啊 也是形成左之右撑 这个强悍的 这个千山女业 一个板 两个板 三个板 四个板 五个板 六个板 七个板 是我们上一波的大牛 是穿背的 强不强啊 强悍的 然后这个位置跌下来的时候 大家有没有注意 这是缩量的 虽然缩的不漂亮 是缩量的 然后是不是又是一个波段 是不是又是二一位啊 是不是又是二一位啊 是缩量的 然后是不是又是一个波段 是不是又是二一位啊 是不是又是二一位啊 看到没有啊 是不是二一位啊 你这个量 这是融会贯通的 一定要融会贯通 对吧 所以他是不是这个车点 就是在关键时点 在我们大盘出现大反攻 有色板块再次走强 而这些不断的调整 比较到位 比较充分的 昨天是一阳 今天干什么 以后看到这种位置的一阳 能不能跟 前边不能跟 为什么 他没有形成精准的支撑 还有大盘还没到位 是不是大盘还没有 没有走强啊 这就是大家要体会一下 大盘的位置 日点的位置 个股的位置 这三者如何去融合起来 如何去融合起来 明白没 我这样讲大家能不能明白 能不能明白 你就大盘的位置 日点跟个股三重结合 也就是为什么前面的一阳 你不能进 这个位置一阳你就可以进 这只股票昨天是架升量缩 对不对 天山里面龙头品种 架升量缩 这个一阳就可以干活 所以今天就可以涨停板 对吧 但是明天看呢 明天就看情况 这样讲清楚没有 我们就是要把这坑奥馆里面要细化 这些都是不同的庄家 不同的时机 不同的环境 我们操盘就不一样 好 紫金矿业 超级品种 对不对 数量三亿 这个就 这个勉强 不强 我不看住他 阿尔多斯有没有明白 阿尔多斯有没有明白 所以强势个股 什么叫强势个股 强势个股 大家看 给大家讲个什么 这个 哎呀老师 你又马后炮 哎呀可能马后炮 你这不是跌铺高亮的吗 是不是跌铺高亮的 这个硬高亮 你这个你出仗停板 你马后炮你怎么知道的 是不是 大家首先说 我们这只股票强装还是入装 对 所以是 首先他是强装 怎么是强装啊 大家看他前面的仗停板 大家看这个仗停板 大家看这个仗停板 都是什么板呀 大家看这个仗停板 大家看这个仗停板 都是苏量二一 苏为百地 苏量二一 苏量二一的仗停板 说明这只股票的主动权 掌握在水的手上 这只股票是明显 庄家控盘的一只股票 我是在启动 这个位置提醒 这个位置提醒的 在这个位置还提醒 还有的队友说 我的股票都是追涨 都追七八个点 天地良心啊 是不是天地良心啊 我这个票 是不是给大家 反反反反反反反启 提醒的 我这一回 我还给大家提醒的 看不懂 看得懂的话 我这是追涨 第二段的时候 你不敢买 涨的时候 你就注意 怎么又变成 我的问题了 是不是 就不是我的问题 你自己看不懂 那么我在这些买不是 那谁让你自己买不行了吗 贵户贵门关系买不就行了吗 这个是一支控盘的强壮 控盘的强壮 然后有一个小诀窍 我们刚才的几只股票 一波上涨下打 打的是什么位置啊 打的是二位 但是我们这只股票 打的是什么位置啊 上三位 大家说打上三位强 还是打二位强啊 这就是我们的 股市温度计的功能 对 所以从这个不断的回撤的幅度 就说明它还更强 那么我们刚才讲过了 看到没有 同样的用到架板 量缩基因 一般来说这个架板 量缩基因 它是有支撑的 对吧 支撑的 那你这个怎么没支撑啊 你这个靠的太近了 是不是 这个架板 这个架板位置高了 然后你这个太近了 但是年续调整之后 一般遇到这个架板 量缩基因 它会有支撑的 我这样讲明白吗 然后这是一个螺旋 讲 上三 因为我又讲过了 上三 然后今天 是吧 这个 记住啊 强装股 这一澳才会板 那么明天是不是上冲 不板就 这边有没有压力啊 肯定有压力 明天不板就出货 板了就持股 是不是就这么简单 看主能怎么玩 好吧 棕色呀 棕色 这个玩死人的 兵不厌诈 兵不厌诈 是不是本来是走得好好的 大家看 所以 这是不是高亮珠啊 是不是高亮珠啊 那大家看 这个位置 是不是二澳的极佳位置 大家看 这是不是二澳的 二澳的漂亮的位置啊 结果仗停了 仗停板 被打毁落了 看到没有 仗停板打毁落 为什么 为什么 说明这个庄家 他是什么 他不是有压力 他的压力来自什么地方 三星规律 你们讲到的 我们说什么呢 一般看庄 反之 看 是 对 这个大盘 充高回落 大跌 是不是这一天 大跌的那一天啊 对 就是有的主力庄家 他就是 见风使舵的 就是因为这个大盘不好 然后就下跌了 对不对 然后 跳空 跳空 把我一个洗出去了 是不是把我一个洗出去了 而且 最狡猾的是什么 他昨天把这个国底也给打穿了 看到没有 就是这个股票 按道理 我就在想 他就不应该就结束了 大家那速度看一看 这只股票的装还是可以的 你 你在这个地方沉着 大家看 大家看看 你速度一看 你这个地方分顶 这个地方分顶 这地方分顶 这地方的量在这 看到没有 你在这个地方 怎么 而且这边底部已经在抬高了 你说这个地方已经出货了吗 有没有出货呀 是不是 所以 有的是 所以大家想啊 这个股票呀 涨涨跌跌 真假涨跌 我们要必须心里要预排 我总觉得这只股票没结束 是不是没结束 那么 现在就涉及到一个问题了 大家说 昨天这个跌是干什么 昨天这个跌是什么 对了 是坑 是坑 但是大家我们执行标准 所以操盘上啊 大家要记住了 我们这天进了 他是该涨 本来就应该涨的 结果被大盘带下来了 那么我们第二天应该干什么 这天是不是应该出掉 拉拐你先给我出掉 是不是 拉拐出掉以后心态是不是不一样啊 那么就想着要报他的仇 你这家伙就不应该呀 是不是不应该呀 结果他挖下来 今天的狐狸尾巴就露出来 这个国底有没有有效跌破 大家看 这个国底有没有有效跌破 哎 他没有有效跌破 再加上 我们这个波段 看到没有 对 他是有分寸的 是不是有分寸呀 他这个地方形成组织又成 也是打的二位 对吧 打的二位 然后 今天亮波呢 今天亮波呢 就是跟上日点 对吧 大家看 大家看 密集出合区 是不是密集出合区啊 然后这个就是 这个就有点飘龙的味道啊 有点飘龙的味道 这也是跳空羊 跳空羊坐拐上 到这后面 到密集出合区上方 回答人线就可以 明白吗 明白吗 这种股票这样讲 大家清楚吗 所以这些股票真真假假 当然没过分 它涨涨跌跌 我们要按照标准去进退 有时候大盘不好的时候 为什么要提醒大家空仓 对不对 大盘不好的时候 有时候为什么要让稳健者空仓 因为大盘的不好的时候 有一些股票该涨不涨就很多 对不对 去洗盘 去挖坑 一不小心 你就会吃亏上当 然后如果在进退不果断 没有标准的话 那就更容易吃亏 所以真正行情大盘不好的时候 都是高手行情 是吧 好 看到了啊 我 这个比较多啊 今天这个 大家看到没 实际上交走万方 是我们这一波的经典的案例 对吧 这一波的时候是 我从底部带着大家坐到高位 现在呢 到这地方 是不是奥呀 大家抓大放小 什么叫抓大放小 这个是大奥 这个是二奥 这个是三奥 能看懂吗 能看懂吗 然后这个后面呢 这个后面底部抬高 底部抬高 这个是苏哲敖 所以 又是借大事 今天就上涨 这个股票 该不该涨 应该涨 因为这个地方白日高亮 但是明天涨到这个位置 可能会要再挣一挣 对不对 所以插着节奏 这只股票后面应该还有一定的幅度 才对 生活股份 不用说了 生活股份 就是我们周末的农谈票 本来选的时候 征底是抬高的 为什么 为什么 这个股票也比较典型 为什么在这个位置我还把它选出来 是不是周末选的 大家看 因为 因为这个票也异常了 大家看 这一天是干什么呀 你是价板亮 这个庄家涨幅也不算高啊 第二天就效空下跌 这是不是洗盘呢 这往往就是假 你庄家要出货的 不会应该这么出货 对吧 你至少横在家出货 或者稍稍拉一点出货 好 杀爹就出货呀 傻子 是不是傻庄啊 这个不是傻庄哎 是不是 这是强壮哎 所以这个动作就是不正常 好 然后呢 这边 涨 涨 这个成交量 有没有超过这个高量啊 这边的成交量 有没有放超过这边的高量啊 没有啊 没有正常情况下 主任有没有撤退呀 没有撤退呀 好 这天又来个素量 所以说 我就用他应该涨 是不是 结果这天盘中是不是上涨啊 高开高走 结果 又是干什么 是不是大盘干的好事情 是不是大盘干的好事情 又被大盘给带下来了 是不是大盘带下来了 带下来争敌有点降低 所以大家的特殊的时期 有些要特殊对待 有的二澳争敌 有一点降低 也没影响 我们要综合去看 综合的市场去分析去看 像这个票就没事 好 前天螺旋桨 金一阳 是不是这天就一阳了 这天是二阳了 而且都是跳空阳 这天是跳空阳 这天是跳空阳 大家说 是不是一阳看二阳根啊 这个叫根 这就是该涨不张 而下跌的 我们等次阳 这个档案 澳看二阳 对吧 今天就这样停满 我这样讲 大家明白没有 根 明白没有 这个票 有没有跟踪的 这个票 有没有跟踪的 你还瞧不起它 它是次星 我强调次星 要关注 要跟有色配合 这只股票 为什么要跟踪 它也不错呀 这一步也不错呀 对不对 问题大家看 是不是大的二 攻 攻这边 是不是 手 在攻啊 大家从大的格局上 是不是一个大 两个大 那么这只股票 由于这边量价关系 不是 那也是反常 看到是不是反常 孙亮三一 仗停满 第二天冲高就回落 是不是假呀 显得 虽然不是很强 但是 昨天 这个地方还打了一下 昨天仗停 今天真的一次满 所以大的建构 很重要 大的建构 很重要 这个就是大的二 攻 手 主攻 那么这个途中会反复震荡 我们就要以标准去进退 所以 关键大家把量学的进退标准 一定要搞清楚 这只股票好不好呀 肯定好呀 你做波段 高抛机器做出来 对不对 这是大的二 明白没有 明白没有 这个票用不用 用不用我讲了 如果大家跟踪的 是不是一个奥 两个奥 这个高量在这里 拐点在这里 是不是 出现掌听板 大家看 好 划分旅业 是不是 这个是不是标准了 这个是一个奥 然后这个是二个奥 四三一下跌 有支撑 阳关道支撑 底部抬高的二奥 今天是结合的日点 突破鬼门关 翘空阳 坐拐上 波破人线 鼠擦墙 突破鬼门关 可以大胆干 二奥的 对不对 对不对 南山旅游我们不看 明白没有 就给大家讲这么多 讲的时间有点长了 大家关键把这个 这个坑奥 坑奥管 这个本质精神 跟量价建构 结合起来 结合日点 好吗 我希望明天有日点的时候 我们就要设事跟上 好 最还有几只票 今天早盘给大家说了四只票 对不对 哪四只票 大家还记得 哪四只票 大家还记得 一个是 一个是谁的 跑哪去了 看到没有 山河管控 这个票 我给大家找出来 管庄 管庄 山河管庄 这个是标准的 我这同志们 因为盘子小 我就不敢给大家讲是学费研究票 因为盘子太小了 我怕说学费研究票再精装就麻烦了 这是标准的 是不是呀 这个地方 大洋的支撑 高亮 这个是高亮 这个高亮在这 高亮不破的 我的同志们 我的队员们 是不是高亮不破的 这是高亮 然后一个 两个 然后再看争底呢 再看争底呢 这个争底是12块4毛3 这个争底是12块4毛4 抬高一分钱呢 看懂没有啊 这个争底抬高一分钱 今天跳空羊 坐拐上 不破人线数 他讲 突破鬼门关 可以大胆干 二奥 二奥四羊 突破鬼门关 大家说干什么 你要不要大胆干呀 二奥四羊 这个是你看 跳空羊 坐拐 坐拐 是不是 这是一支票 第二 是不是太康不秀啊 是不是太康不秀啊 太康不秀 我昨天在微信公众号里面 是不是提醒大家的 你不破高亮底 前天是高亮 昨天 跳空拉拐出来 出来高亮不破 我早盘还提醒大家的 什么 零号战法 高亮战法 回马枪战法 是不是 运到这么多战法 是不是 零号有没有鼓啊 高亮有没有破呀 背量有没有穿呢 回马枪战法 是不是 你今天 是不是 哎 这个亮不 看到没有 人线 柴吻人线 正三围 是不是都是买点 都是买点呢 是不是都是买点呢 啊 好 第三支票 开玩笑 这是不是我们的老朋友啊 啊 千富 是不是我们的 是不是我们在这个地方的 哎 什么票的 好像也是学费研究票的 是不是啊 是不是学费研究票 学费研究票 是不是当时的 啊 哦 然后 仗庭版 第二天仗庭回落 瞧着 以为我就放弃的 我还在跟踪他呢 为什么跟踪他呀 你这个地方 苏山一 第二天苏山一 你 出货啊 哎 被大家攒下来了 我说是学费研究票 结果大家的 哄哄哄哄的 大资金干进去 被 你们把他 阻力扎 扎了 是不是 大家把阻力扎了 所以阻力就花了 这么长时间洗盘 把大家都洗得 干干净净的 是不是大家都被洗蒙掉了 大家都被洗跑了 洗跑了 阻力庄家就在这 悄悄的玩 一个 哦 那个 二个 三个 哦 那个 那个 哦 哎 一奥看那个 二奥跟 那个三奥就是 要登峰 哎 我跟你们编的口诀 不是好玩的 是不是 一奥看那个 二奥跟 三奥就是 要登峰 是不是 哎 你 你 你看 昨天是 四阳突破 鬼门关 是不是 昨天 建仓三一呀 是不是 昨天建仓三了 你就是三奥的 真底是不是 抬高 真底是不是 抬高 真底是不是 抬高 我叫你们不相信 坑奥拐啊 叫你们不相信 这个 三奥呀 哎 兵严陈城下 阴县战法 是不是阴线战法 是不是阴线战法 这个要综合学习的 大家就好好学习阴线战法 对不对 今天背量仗题 一阳看二阳跟 三奥的一阳你还不跟啊 三奥的一阳还不跟啊 二阳还不跟啊 对不对 背就是登峰了 是不是 涨瓶了吧 是不是涨瓶了 不相信就板给你看 我拉的 还有一只 对不对 还有一只 这是谁呀 我用个学费票 为什么找他做学费 这个盘子太大了 我不怕精装 我有点不怕精装 他今天没板 这个哦 漂亮不漂亮 这个票 我可以说 后面99.9%有板 啊 99.9%有板 需要耐心 我也不知道 我也不知道什么时候 反正现在已经是 二二一阳 这里面是 苏三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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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价格量增 价格量缩 这个量价关系还是很漂亮的 对不对 这不过是时间问题 盘子有点大 应该没问题的 再次强调 学费研究票 只是一看看我们能不能赚到两千元 学费为标准研究目标的 不是见过啊 哎 如有蛇盘 盈亏自护 我这里没有见过 好不好 啊 有人 我们粘两个月进去 明天粘两个月进去 那庄家又要给他折腾了 那庄家又要给他洗盘了啊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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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 这个就是说 行为研究啊 哎 我们精装了以后被庄家搞的 我们那个那个天赋能用就不是被大家搞搞下来的啊 那不能太那个啊 哎 大家还是 一赚学费研究 看看学费是不是好赚的 对不对 哎 学本领最重要 学本领比这个票的好多了 看看我今天四只票 三只账庭 你们不去研究 非要跟我的学费票 我这是研究学费的呀 对不对呀 仅仅是为了赚学费的目标能不能实现 我就是说我们好多队员 一期下来一个学费都赚不到 就让我这个做老师的实在感到汗颜 哎 有点个过意不去 对不对 是不是 好吗 我希望今天讲的思路 大家理解了 我们明天盘中密切配合 好 密切配合 涨高了就要防跌 新队员一个思路就没跟上 涨多了就要防跌 按照标准 别问我怎么样 我也不知道 是不是 哎 你别老问我怎么 我说了就不一定 我说的涨到明天就跌呢 对不对 你把标准还去涉及到个股 对不对 涉及到个股 哎 中刚 千元 我说了 是四段水平跟踪的 对吧 要四段水平的 哎 你 我今天讲的知识你要理解了 你就能懂了 对不对 欢美这股票要我来讲 这个是过分保定 你明天说可以阿阳呢 阿阳你是高 这个时候是一澳 一澳是两次四段水平做的 如果自己做不来 你就别做 二澳的时候才去跟踪 对吧 明白吗 这是高手的行情 高手研究的 所以我们现在为什么要给 给大家分段位 量者段位啊 您那个 仰光就和一般的 你就别做这些票 好不好 但是这只股票 倒没有走出来 机会是等出来的 我们的天赋能源怎么样 是不是等出来的 被你们精装了以后 哎 被你们精装了以后 那么洗下来 他还是要涨 是不是 好吗 这个票应该跟踪 但是这个位置 没到位 大家都学习方法 把方法学好了 自然的盘中 擒龙 作牛 OK 好了 今天又超时了 对不起大家 对不起大家 明天总的来说 回马枪的第二天 以冲高出户为主 回马枪的第二天 我们一般以冲高出户为主 去若留强 除非其个别的个股 牢牢的封死 用账停板 好吗 去若留强 明天的思路清楚了 一个去若留强 不板的 我们就出货 然后流出资金 周末选龙 第二个呢 如果明天盘中有 启动了新的日点 有好的个股 我们继续可以跟进 按照我们的坑傲拐 好吧 如果有坑傲拐的 阿傲一阳 阿傲二阳的 我们继续可以 焚地干活 明白没有 讲得清楚了没有 一定要找 阿傲一阳或者阿阳的 那么就可以继续干活 OK 好 今天晚上就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